因为师父您都是很晚才睡觉嘛 对啊 对嘛师父 可是师父为什么弟子每次看到师父的眼睛都没有那个熊猫眼啊师父 都没有黑眼圈都是很亮的眼睛这样 眼睛很亮 那我们呢就是睡不够 马上眼睛就熊猫眼出来了 嗯对啊师父 是因为我们念这样太重了嘛 所以 你以为我睡觉晚的都有熊猫眼啊 第一你浩然正气的话 你就算睡了晚一点你心中有正气 睡着的时候你睡一分钟等于人家十分钟 概念一样就像师父念经念的好 我念一遍你们都要念一百遍了 听得懂了吗 现在我如果浩然正气 我半夜睡觉敲门心不惊的 我心中完全是法喜充满的睡觉 和很多人满脸忧愁 满脸烦恼的睡觉 你说哪个人睡得香了 睡下去就睡了 所以菩萨说你做一门精进 包括你睡觉也要好好地睡 睡觉的时候就不要乱想了 吃饭的时候也不要乱想了 你就好好地吃 什么东西都要一门精进 明白了吧 你听师父的录音听话就好好听 也要一门精进对不对啊 做什么事情要认真 一认真你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你做什么事情不认真 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烦恼生出来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好了 师父那您可以讲一下地址吗 讲一下地址啊 54号Mix Street 澳大利亚悉尼 地址不是有了吗 对啊 讲我啦 讲地址 是讲你啊 你这个地址 对啊 逗你玩呢 好了你已经没毛病了 没毛病 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你身体上 身体上什么毛病都没有 你就脑子有点毛病 我老师不好吗 师父 你神经病 有吗 经得起人家想 经得起人家假 什么都碌碌不动 你这个人就称得住 称为定 有定力的人才能称为 才能有智慧 听得懂吗 嗯 我讲你 啊你脑子有毛病 你马上就要 说哦 是吗 你就不要 碌碌不动 不要哎呦 我神经病了 人家一骂你 哎呦 我神经病了 不可以的 听得懂吗 嗯 师父现在在跟你 开玩笑 在 在增长你的智慧 增长你的定力 听得懂吗 嗯 知道师父 好努力了 现在讲你毛病 什么知道了吧 刚刚讲 用这个方法 讲你的毛病 讲出来 你知道你什么毛病吗 嗯 弟子 弟子 他这个事没有智慧 哦 师父 不是没智慧 没定力 什么事情都跟着人家跑 什么事情 左祸右摇的 哦 这个 他 真的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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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知道了 师父用这种方法 来教育你 讲出你的毛病 还听不懂哎 现在知道了吧 对不起 好了好了 这回 好了 结束了